将汉字转换为符号 凸显佛法与艺术导连结 繁体的汉字有其优远的历史与特殊的结构 透过将汉字合并或转换成符号 将许多佛语艺术化 凸显佛法与艺术的连结 并展现出来 期望在动荡的2020年 能有一与安定心灵的角落 我们都知道汉字它的演化过程 从象形文字一直到后面 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些文字 它一定有它的一定的结构 的一个字间行距的一个部分 可惜的就是说 当我们在使用电脑打字 甚至这件事 我们就是慢慢会疏忽到 那种手写的温度 甚至它这种感觉 这个部分的话 我就是希望是说 借由汉字它本身的结构性 来去凸显佛法艺术里面的 相关的一个连结 像是佛觉的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我用的是汉字两个字的 和文的这个作法 将两个字合成一个字 然后它好像恰似看起来 好像是某一个字 但是它有一个双重的含义存在 对 那我的作品里面 大部分都是使用和文 或者是用一些符号化 把汉字变成符号化的一个作法 来去做一个呈现 毕德居士学佛多年 在浩瀚的佛法中 让他的心有安定处 因此策伴如是我闻 只是单纯想分享善知识 战期从即日起至2021年1月3日 在高雄总图八楼环形展览空间 让步调快速的现代人 能放慢速度 十方新闻 黄慧如肖瑞峰 高雄采访报道